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许多活动纷纷取消停办 连带冲击相关的产业 其中花卉产业受创严重 不仅民众消费的买气大减 就连固定合作的餐厅 公司行号也都大砍订单 而业者也无奈之余 也开玩笑表示当作放假吧 异多多交业欲低的花朵 在疫情冲击下成了无法绽放的纯天使者 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政策 各地大型活动纷纷取消停办 避免群聚染疫风险 但却也连带造成周边产业生意直直落 尤其是非民生必需品的花卉 更是首当其冲 在民众消费买气和做订单双双锐减下 业者只能苦中作乐当作放假 变少一般都是有固定的餐厅 还有活动 送花的 它现在量都是减一半 平常都是三四百只五百只 它今年都是一百五十 花店没有生意上门 业者干脆主动出击 开启小班制的茶花课程 让疫情期间饱受情绪压力的民众 能够一节郁闷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产业 花卉业者不仅外销失利 内销也受挫 现阶段只派疫情尽速落幕 等待市场消费力回升 记者站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